通路販售中 大家早安 我是麥玉潔 歡迎各位持續鎖定 在上午8點鐘的中天晨報 一開始還是要來提醒一下 大家從這節新聞開始 我們是有雙開的 請大家現在能夠動動手指頭 來到我們的子頻道 中天新聞頻道 先在直播連結按讚之後 就可以進入聊天室留言 來跟我做互動 現在我看到滿多老朋友 都已經來到我們子頻 包含了Berry Ma 神奇小子 李阿斌 還有彩晶 呂姐 吳淑敏 黃泉民 康小凱 雲中小四 還有碧珠 陳柯良 另外來看到男子漢 馬東耀 還有善小偉都已經在聊天室 跟我說早安 要非常感謝大家的加入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幫我們把直播連結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都能夠看得到中天新聞 這一節的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來關注的是在台中市的西區 昨天深夜11點半左右 發生了一起相撞的車禍 其中有一台轎車因為撞擊力到過猛 結果整台車就卡在安全島上 雖然最後兩名的駕駛人都沒有受傷 但是B&W車上載有一名出生沒幾個月的嬰兒 由於撞擊力到過猛 小寶寶一度嚇哭 暫時擔心小寶寶受傷 小心翼翼的抱著他趕往醫院檢查 小寶寶有哭嗎 小寶寶有哭 有 只是他 因為他現在骨頭比較軟 所以先去醫院檢查一下 我怕他什麼壓迫到還是什麼的 我綠燈 我在那邊停下來 我當然要左轉 我就是我們橘色的燈 倒閉著 箭頭要撞車 我超過的 因為他在這裡應該要打動了 他沒有打動 塞得這麼快 這件事件發生在台中市西區 中民路往台灣大道二段路口 1號晚間11點半 黑色新美駕駛在下班途中 疑似未搶快左轉 與中民南路直行的B&W相撞 整台車卡上安全島 而B&W駕駛疑似為了方便照顧嬰兒 把安全座椅放在副駕駛座上 沒想到卻發生車禍 經警方九策後 兩名駕駛九策直接為零 而詳細肖示的原因 還有在警方後續調查釐清 以上最新主播 在高雄市則是發生了遲刀搶奪案件 有一名男子是在昨天晚間6點多鐘 進入一間生鮮超市行搶 其中一名男顧客還英勇地 拿起了板凳想要制止他 但是這名男子最後快速抓了幾把鈔票之後 跑出店外騎機車逃逸 警方表示 歹徒總共得手了16500塊錢 專案小組目前正在尋現追捕中 超市監視器右方一名頭戴安全帽 鞋背著包包穿著長褲脫鞋的男子 從收銀櫃台走出來 這時候已經勤搶完畢 畫面左方一名顧客身穿藍色上衣跟短褲 手持塑膠板凳跟歹徒對峙當中 場面十分緊張 歹徒接著走出店外騎乘機車逃逸 那歹徒到超市 然後到時候賀鈴不要動 然後就電眼打開收銀器 就自己拿了錢就跑掉了 那警方現在已經掌握特定對象 現在積極來追查證判中 那對於犯罪林榮人 對於這種暴力犯罪 警方絕對會請進協定 並查機答案 這起搶案發生在高雄市一號晚間六點多 歹徒進入橋頭區 侍奉路一間超市 他對店內的顧客和店員大喊不要動 並呵斥店員打開收銀機 男子快速從收銀機抓了幾把鈔票之後 跑出店外騎乘機車逃逸 警方表示 歹徒一共得手16500元 根據了解 歹徒騎乘的機車在同一天下午通報失竊 有民眾募集歹徒在犯案之前 在超市門口附近抽煙喝飲料 岡山分局貨爆之後成立專案小組 正尋線追捕當中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高雄報導 另外在台南市的六甲區 中山路還有民族街口 也發生了一起驚悚的車禍意外 救護車執勤的時候 沒有想到撞飛了一名女騎士 驚悚的畫面也曝了光 路口牽涉器 可以看到上方一台機車直直騎了過來 到路口的時候 突然畫面右方一輛救護車 急使而來 直接往機車撞了上去 再換個角度來看 救護車接近路口的時候 發現機車車頭還稍微閃了一下 但是已經來不及 重機騎士瞬間噴飛到對向車道 機車被撞得零件四散 及車上傷患則無受傷 這起車禍發生在台南 1號上午救護車載運傷患 前往齊美醫院的途中 行進六甲區中山路 和民族街交叉口 紅燈執行通過撞上綠燈執行的機車 造成24歲的無性女騎士 身上多處擦措傷 救護車人員以及車上的傷患 沒有受傷 在路上如果聽到救護車緊急生死 請防護適中 檢數慢行 離讓車道保障你我安全 警方獲報立即趕往現場 協助救援以及交通管制 造勢救護車上的傷患 改派救護車接走 送往柳營齊美醫院 車禍受傷的無性女子 則是由消防隊協助送醫 警方表示造勢原因 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南報導 12月18日馬上就是公投日了 中選會預計從10月13號開始 會分成五天 針對了四個案子 總共會舉辦20場的 電視意見發表會 國民黨這回將會由終身帶來出場 而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也會親自參與發表會 行政院方面派出的是 農委會主委陳吉舟 內政部次長陳宗彥等人出馬 正反雙方現在看得出來 都排出了黃金陣容 要來決戰年底公投 我們所有民黨的鄉親 大家都很近動 我們副總統跟蘇院長所提的 那四個公投案 都應該是要投不同意 你看為什麼要投不同意 我們開放了 那結果我們的自給率 從九成增加九成三 沒有受影響 第二個 價格反而是維持在 十幾年來最高漲 第三個 因為我們服務國際的規範 如果要進去也要賣出 我們的豬肉 我還是要再創佳績 好 中選會公佈公投辯論會名單 核四案的五場正方都是我 五場反方分別是 曾文生 徐永輝 蔡仲岳 苗柏亞 邱薇傑 第一場曾文生是經濟部次長 雖然他是衛造文書前科辦 但他是陳曲愛獎 近年民進黨能源政策風防 主要由他負責 第二場徐永輝是 台電核能發電處處長 所以這邊我也要提醒許處長 辯論的時候要小心講話 當年勢運轉測試是高分通過 經濟部公告都還在 只是袁仲岳不改考卷 如果你現在出來說 核四有什麼問題 我會把刑事告發狀準備好 辯論會一結束 我就到台北地檢署告發獨職 請檢察官調查有誰貪賬亡犯 第三場蔡仲岳在2018年也出戰過 後來被反核圈批鬥 連黃世兄那種貨色都輸掉 這邊我要幫蔡仲岳講話 其實他的表現是當年相對最好的 洪生漢表現很爛 但是人家有不分區可以當 蔡仲岳就比較客氣 第四場苗柏亞 我得跟他算一算 乙童養鳥的賬 他要為了自己選議員 讓努力多年的 同治權益運動重傷 甚至還跟民進黨串聯 想要封殺我們乙和養綠公投 第五場邱惟傑綽 綽號呱吉娃娃 因為戰力弱又很愛叫 一被網友批評 就躲回自己各反討派 例如之前台北市議會表決 反萊豬這次條例失憲 他退席被罵翻 事後寫長文辯解 但他不敢說 現場是民進黨叫他退席 他就乖乖退席 所以瓜吉不敢報名 反萊豬的反方 挑來挑戰我們核四 他大概又忘記 之前嘴藍與核廢 被我在臉書上電報的教訓吧 那我想我的策略 可以公開也很簡單 就是針對萊克多巴胺有毒 以及對我們人體跟動物的健康 相關的一些科學證據 就在中選會舉辦的一個公開說明會 然後把它展示給全國的民眾 那我相信就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全國民眾更加了解 萊克多巴胺有毒 來注釋不出這樣的事實 又可以給大家在公民投票的時候 做出最正確的判斷跟選擇 好 一連串還要來看到 國民黨從10月30號開始 就已經展開了 夜宿凱刀49天的活動 在昨天晚間 進入夜宿的第三個晚上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立刻在臉書發文他說 您可以看到 謝謝江啟臣主席 和我們在凱道睡了一夜 他特別提到 江啟臣和他一直都是最為堅定的戰友 而能夠有今天的公投 他認為江啟臣確實是拘手工的 而且他也提到了 現在公投已經走到了最後一里路 而且我們又一起到了凱道 透過夜宿 希望能夠告訴 隱身在總統府當中 背叛公投的蔡英文 或許你現在有龐大的國家機器 可以操弄輿論 但是權力再大的人 縱使囂張一時 是不能夠囂張一事的 當然羅志強也提到 四大公投就是蔡英文的政治審判書 但是在立委陳柏惟罷免通過之後 台灣政壇現在最為關心的話題 莫過於在12月18號 即將要登場的四項公投 國民黨前青年部主任陳冠安 他透露一份大數據資料顯示 如果以關鍵字公投的影響力分數 來看到的話 你可以看到在第一名還有第二名 其實分別是羅志強還有蔡英文 但是他直言羅志強他的分數 竟然是以兩倍以上的差距 直接壓過下達全黨動員 軍令狀的蔡英文 顯然說綠營的戰術無效 對此羅志強也立刻透過了臉書回應 他說當然會這樣子 因為蔡英文用5800萬的豪華說明會 臉書的影響力分數 自然極偶被綠營笑含酸 羅志強 凱盜 夜宿的一半都不到 也難怪現在民進黨的側翼打手們 必須要群起來圍攻他了 大人又酸又笑 又對他不斷的叮哨 真的是花招百出 讓人笑掉了大牙 但是現在大家都說 年底的四大公投已經變成藍綠 兩陣營在對決了 現在看起來好像國民黨這方面 舉辦的是蝦米演說 要來對抗大鯨魚的示威活動 怎麼說呢 國民黨在昨天其實從屏東出發 舉辦了第一場變形金剛車的 公投宣講 在現場大約是有一兩百人 來到現場參與整個排場 看起來不是這麼的大 當然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 他就特別告訴大家 如果對照在前一天 民進黨也是在屏東舉辦的 第二場說明會 當時其實有千人到場造勢 看起來相當具有規模 但是黃建廷想要說的是 這是民進黨動用國家資源 所舉辦的活動 當然聲勢很浩大 因此他說國民黨這方面 千萬不要覺得氣餒 因為他們會走入民間 用更基層的力量 希望能夠喚起民心 接下來其實在藍綠這兩方陣營 也是有不同的活動 像是國民黨總共要舉辦 1218場的街頭宣講 在立法院會安排公聽會 另外也會跟民團合作 舉辦大型的活動 還有就是羅志強所發起的 葉宿凱的49天的活動 另外在民進黨這方面 則是會舉辦全國的說明會 當然羅志強他也不斷的告訴大家 其實民進黨這一回砸了5800多萬來造勢 而且還用了人民的納稅錢 當然堆出來所舉辦的這些活動 凱盜的葉宿真的是滿寒酸的 而現在大家都想要知道的是 民進黨這一回為了黨公投 拼命在宣傳 反萊豬的話就是反美豬 因此引發了民團非常的不滿 怒轟其實萊豬跟美豬完全就是不同 否則民進黨為什麼要禁止軍人吃萊豬 而不是禁止軍人吃美豬呢 在野黨也諷刺 就連美國的大官都不敢說 自己愛吃萊豬 蔡政府甚至不准台灣豬吃萊劑 如今卻不准國人反萊豬 難道真的是人不如豬嗎 為了黨公投 民進黨硬說是反萊豬就是反美豬 但藍具炮轟 民進黨禁止軍人警察吃萊豬 可不是禁美豬 蔡政府是騙百姓 睜眼說瞎話 我如果是美國就會問了 那奇怪咧 那你民進黨為什麼禁止 學生吃美豬呢 為什麼禁止軍隊吃美豬呢 為什麼禁止警察吃美豬呢 那為什麼你反對呢 那你是不信任美豬嗎 那你是反美豬嗎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惡劣 而且低級的政治騙數 不止台灣百姓怕萊豬 連美國AIT大官都不敢說 自己愛吃萊豬 包括AIT那個處長對不對 他都叫我吃美豬啊 我孩子也吃美豬啊 但是他沒有講說我吃萊豬啊 因為在美國萊豬只佔百分之二十幾嘛 其實大部分也不是萊豬 我們吃所謂的上水下水 吃甚至吃豬腦 豬肺 我們都吃啊 老美吃嗎 老美都不吃啊 台灣到現在都還把萊劑當禁藥 餵食豬吃萊劑還會被判刑 當台灣豬不准吃含萊劑的飼料 為什麼台灣人得吃含萊劑的豬肉 那為什麼台灣豬不能吃萊克多巴胺呢 就表示你覺得說吃萊克多巴胺 對台灣的豬 甚至對台灣的國民健康不是很好嘛 可是你為什麼要禁止呢 人不如豬的現象 就是台灣豬是不可以吃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豬也有百分之八十 是不吃萊克多巴胺的 結果台灣人民在政府的強迫下 卻有風險吃到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如今為了護航萊豬 民進黨硬說萊豬就是美豬 但被列為禁藥的萊劑有多可怕 別以為百姓會忘光 記者先問詳述國豪 台北報導 在桃園關塘中 有第三天然氣接收債 因為恐怕會破壞藻礁 結果引發了真愛藻礁公投一案 現在正反雙方宣蔣正在如火如荼的登場廝殺 沒有想到位在基隆的台電協和電廠 因為將轉型天然氣發電 打算要蓋第四天然氣接收站 預計要填海造路18.6公頃 因此也遭到外界質疑說 恐怕會有七萬多株的珊瑚會被活埋 宛如三階的翻版 全愛在昨天已經三度闖關環評出審 但是依舊是觸礁 遭到決議補證之後來再審 但是現在台電的協和電廠 即將改為天然氣發電 打算要填海造路18.6公頃 興建第四天然氣接收站 好 大家我們剛剛告訴您了 七萬多株的珊瑚還有漁業資源 恐怕會遭受嚴重的衝擊 因此立委還有多個民間團體 就批評台電其實應該要評估 其他的方案 盡量降低對海洋還有環境的傷害 否則四階案很可能就會成為 下一個公投決戰場 不過現在來看到的是 能源轉型都還沒有成功 不過恐怕會有缺電危機 因為民進黨這回 請全力封殺重啟核四公投 但有專家算出了 政府口中的綠電 根本就不夠 如果是靠蔡政府所說的綠能發電 以每戶三口人來算的話 每年恐怕必須要負擔 3.3萬元的天價電費 如果不重啟核四的話 未來恐怕就會經常性的大停電 蔡政府請全力封殺 重啟核四公投 但替代能源到底哪裡來 公投領銜人黃世修精算 2025年若採風力太陽能發電 美度電要比核電多四塊 一年要多1600億電費 若要用天然氣取得燃煤 一年電費將多支出900億 總共2500億 台灣三口支加每戶會暴增 多3.3萬電費 這些機組至少可以用30年 我國的電力結構就被綁死30年 乘起來就是每戶家庭多付100萬元 這時候去做那個預測 我覺得都是不太對的 台灣沒回答未來電價到底漲多少 但專家質疑蔡政府2025 菲和家園鐵定跳票 因為20%的綠能至今只有做到6% 天然氣發電風險更是超高 沒有一個國家自己不產天然氣 天然氣發電超過50%的 台灣的天然氣 那個天然氣槽的存量只有14天 那你50%都是天然氣 勞工到時候把你一封鎖 你就完了 根本不用打你了 那年假如有天災 或者氣候發生變化 這些東西就是不穩定的 就是怕得到2025的時候 我們想付了錢 我們也沒有電 我們會變成有錢的沒電用的人啊 貼單能源不夠 專家擔心核電若退場 會接連上演大停電 2025菲和家園的支票下 百姓要負擔的天價電費 恐怕是蔡政府不敢說的真相 記者黃明君李宜璇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臉書看直播買東西 但是沒有想到 差點買到了過期商品 在台中的沙路 有一間水產公司 26歲的百姓負責人 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生意一落千丈 沒有想到 他竟然是動起了歪腦筋 把2017年製造 過期都快要一年的魚卵花枝卷 重新包裝貼標籤 準備要在網路上直播來販售 還好最後總共有888包 全部都被檢警即時攔截 沒有流出市面上 但是負責人還是被提起了公訴 將面臨最終5年的刑期 來 花枝完 一包600克 先取先贏 網路直播賣海鮮平宜又大碗 臉書上有1.8萬人追蹤 但老闆涉嫌用過期商品改標籤返售 誰在哪時候改 這個我不知道要不要休息 你哪時候休息 昨天 昨天你休息喔 這麼巧 檢警大動作到鐵皮倉庫積查 當場發現一箱箱正在更換 包裝的魚卵花枝卷 老闆娘 沒有啦 我是要了解一下啦 實際來到位在台中殺戮的水產公司 員工看見記者立刻拉下鐵門 不願受訪 臉書社團還寫下今日不開放取貨 比較不良心啦 鞋子用是新的 你用視野一樣來 來就比他的意思很換啦 附近民眾聽了搖頭 而這款2017年製造的魚卵花枝卷 有效期限到2020年4月 過期將近一年 26歲百姓負責人卻更改標籤 將有效期限改到2021年3月 一共888盒在網路上販售 幸好檢警及時查獲 沒有流出市面 本件被告涉犯的罪件是 詐欺 取材 未遂 還有行使 編造 室溫書最險 負責人坦承犯行 說因為疫情關係營收一落千丈 為了彌補損失才挺而走險 年紀輕輕將面臨最重5年刑期 也辜負消費者信任 記者韓志信李雲傑 台中報導 不過提到了這個吃東西 如果大家在吃蝦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同樣的疑問呢 因為這回是有網友PO文發問說 吃蝦的時候 發現在蝦的腹部 會看得到一大堆橘色的顆粒 這些蝦卵到底能不能夠吃呢 網友紛紛議論討論 好 結果有人跳出來說 吃了當天馬上就會送醫掉點滴 但其實蝦農跟水產系的教授 他們的看法很兩極 鮮烙泰國蝦烤得紅通通 一撥開滿滿蝦膏 一口咬下鮮甜多汁 但有網友吃蝦發現長得怪怪的 PO出照片特別圈起來 滿滿橘色一點一點到底是什麼 原來這也是蝦子的蝦 照片一出引起不少網友 但能不能吃反應兩極 有人說照吃沒事 這不就是明太子 只是土味超臭 但也有人立馬反駁 吃完當天離不開馬桶 甚至直接被送醫院掉點滴 誰知道養蝦的水質怎麼樣 主熟吃起來滿美味的 那太不吃得怪不得吃 根據瞭解蝦卵本身沒有毒性 煮熟後就可以吃 更有人說還在蝦子體內可以吃 但到了體外就別吃 在肚子上面正常都沒有在吃 那個蝦蛋蝦卵 都叫人家不要吃那個蛋 熟了大概就不會有問題 這些是過敏的吃那個 可能也會過敏 蝦農建議別吃 認為蝦卵到了體外 就怕養蝦水質不乾淨 但養殖教授又不認同 兩派說法都有人講 也有人要吃 如果真要吃洗乾淨 確實煮熟還是比較保險 記得張春華評論報導 時間來到早上8點21分 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先透過衛星圖圖 來關心一下 今天的天氣狀況 那麼今天還是持續 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鷹封面地區 都還是有機會持續的下著 局部的短暫震雨 那麼溫度的方面呢 桃園以北還有宜蘭跟花蓮 高溫大概是在24到26度左右 但是往南走到了中南部地區 今天的高溫是有機會來到31度的 但是還是要提醒 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日夜溫差真的是蠻大的 因為入夜之後 低溫是降到只有20到21度左右 所以感受上來說 真的是會量了蠻多 也要提醒大家 適時的要添加衣物 再來看到 訂單教學預報圖 關心一下今天的降雨範圍 那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就是鷹封面地區 都還是有機會持續的下雨 特別就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新北市的山區的部分 以及宜蘭 水氣都還是稍微比較多一些 另外是花蓮跟台東 今天也都有機會 下起一些零星的短暫震雨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花蓮跟台東的降雨 大致上已經趨緩下來了 不過鷹封面地區 還是會持續的下雨 再來看到天氣走勢圖 關心一下未來的天氣變化 那麼今天跟明天都還是 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所以北台灣溫度就會稍微 比較低一些比較涼爽的天氣 中南部地區就是要留意的 日夜溫差真的蠻大的 那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東北風是很明顯的減弱了 我們的風場是轉吹東南風上來 所以要提醒的就是 東半部地區還有恆春半島 水氣就會稍微變得比較多一些 有機會下起局部的短暫震雨 另外到了後面幾天 因為風場轉吹南風 所以北台灣溫度是有機會上升到 大概28 29度左右 不過很快到了禮拜天深夜的時候 氣溫就要馬上往下降了 因為最主要從禮拜天深夜開始 東北季風要來爆到了 而且這一波會是入秋最強的冷氣團 它還沒有到冷氣團的強度 如果低溫降到了14度的話 它就會是大陸冷氣團了 不過目前還是把它定調為一個東北季風 那麼到時候到了禮拜一的時候 晚上低溫就有機會降到15度左右 那另外就是要提醒北部地區 又會開始要下起雨來了 最後關鍵字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就是今天北台灣迎風面地區 都還是比較涼爽的 那麼中南部地區留意的就是 日夜溫差真的比較大一些 走出晚歸一定要記得多加一件外套 最後要提醒的是迎風面地區 北海岸還有東半部地區今天都還是有機會下雨 所以外出的話也要記得攜帶雨具 以上就這節氣象資訊提供給您 另外還有來看到為了因應春節即將到來返鄉人潮 所以疫情指揮中心在昨天已經宣布 春節期間要來調整檢疫措施 從今年的12月14號開始一直到明年的2月14號 海外的國人如果回到台灣 將會維持14天的檢疫還有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原本限定14天都要住在防疫旅館 現在已經確定縮減為10天 同時只要在入境之後 三次的PCR採檢都是陰性的話 那麼後4天就可以改成居家檢疫 至於從重點高風險國家包含了印度英國還有緬甸 這三個國家入境者依舊是維持入住集中檢疫所的政策 好 但是針對了這個政策改變 我們就要告訴大家 其實有不少專家認為說 只要打滿兩劑回到台灣的旅客 安全度夠高 其實可以再縮短旅館檢疫的天數 不少旅外國人去年底因為疫情無法返鄉 指揮中心預估今年春節返鄉人潮大增 提前公布春節檢疫新規定 除了重點高風險國家 英國 印度 緬甸 維持14天集中檢疫之外 其他國家彈性調整 第10天採檢一次 那陰性之後你可以搭防疫計程車返回住家 繼續進行檢疫的措施 從12月14號到明年2月14號為期兩個月 凡是從非重點高風險國家來台 入境先完成一次PCR篩檢之後 入住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10天 第9或第10天做第二次PCR篩檢 陰性即可搭防疫計程車返回家中進行4天檢疫 原則上必須一人一戶 除非同住者都打滿兩劑疫苗 則可以一人一室居家隔離 但期滿前必須再做一次PCR篩檢 後面4天的這個檢疫的措施的時候 那他就會進行退費等等去做調整 不過點開防疫旅館預定網站 北部地區在12月底前幾乎找不到空房 民航局預估 返傷人數將高達5萬人 指揮中心推算 目前防疫旅館房間數有2.6萬間 目標將努力提高到3萬間以上 再加上集中檢疫所 將會達到3.4萬的量能 不過差距仍有1.6萬間 專家認為疫苗施打率逐漸提高 應該足以承擔更寬鬆的檢疫規定 但春節的版本仍只有地區差別 對完整接種兩劑的旅外國人 仍犧牲不少自由和便利 記者謝軍眾所有宣傳台北報導 人一天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覺 而睡覺對我們的影響有五點 消除疲勞 保護大腦 鞏固記憶 調節內臟功能 提高機體免疫力 想要提升睡眠品質 Javita全能封膠圍倒農村膠囊來幫你 這是由台灣在地小農嚴選生產 具有調節生理機能 以及黑大蒜元素支補強生 永遠好的睡眠品質 對人體的調節機能 也會有好的效果 保健自己 從睡眠開始 睡不飽 OUT 回購慮NO.1的好眠盛品 全能封膠圍倒農村膠囊 三合超值數3380元 請掃描中天指定電商 快點購QR Code 立即享好康 國內的疫情已經逐漸趨緩了 指揮中心宣布從2號開始 多項的防疫措施會再度鬆綁 其中KTV唱歌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當然也可以吃東西 喝酒也不再有限制 透過畫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民眾 真的是迫不及待 在鬆綁上路政策的第一天 就立刻到了KTV歡場 詳細狀況我們連線給記者謝舒雅 這個主播各位觀眾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民眾踏著雀躍的腳步進入KTV 因為國內疫情趨緩 指揮中心宣布2號開始 KTV可以開放飲食 喝酒也沒有限制 許多民眾不及待 刻意選在鬆綁的前一晚 就和親友相約到KTV歡場 並準時在12點時間一過 就立刻將口罩拿了下來 拿起菜單點餐 10點來到口罩 口罩 之前唱歌戴口罩就是很悶 然後又不舒服 現在唱歌很解嗨 很高興 很嗨 今天是特別訂超過12點的包廂 對 為了慶祝這一天 戴口罩唱歌很不舒服 脫了口罩之後就很嗨 比較好玩 KTV吃東西等很久了 對 等很久了 就等這一刻 12點 KTV唱歌鬆綁民眾開心 業者也樂開懷 剛解封的時候 業績大概在四五成而已 那以今天開始來講的話 因為很多消費者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們的業績回溶率 大概已經恢復到八成左右了 除了KTV鬆綁 指揮中心也宣布 室內運動 水上活動 可以免戴口罩 疫情悶了好久 終於可以脫下口罩 傳口氣 民眾都相當開心 以上最新主播 全球現場時間 今天要帶大家所關注的是 特斯拉的股價飆升了8% 而另外每股三大指數 也是同步暢下新高 更多內容 接著來把時間交給心儀 美股股市在11月的 第一個交易日小幅上漲 再創新高 即使有全球供應鏈的問題 但是美國企業獲利財報 還是佔主導的地位 投資人現在正在準備 面對又一個星期的企業財報 還有就是聯準會費的 在2號以及3號 將展開為期兩天的會議 還有5號將公布 10月美國就業報告 外界普遍預期費將宣布 開始縮減每個月1200億元的 債券購買計畫 並在明年年終之前完全結束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上個星期 成為市值1兆美元的公司 這個星期繼續上漲 漲幅8.49% 但是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在推特上面回嗆說 只要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 說清楚捐款資金怎麼花 那麼馬斯克他會現在 就賣掉特斯拉的股票 而且立刻就捐出來 因為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 最近為了全球飢餓問題 署長必斯利接受CNN採訪的時候 直接點名全球前兩大富豪 也就是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 以及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都應該立刻站出來捐錢 解決全球的飢餓問題 所以馬斯克才會回嗆聯合國 嗆瞎的還有法國以及澳洲 法國總統馬克宏 為了澳洲取消前件軍售案 表示被澳洲騙了 指控澳洲撒謊的說法 澳洲副總理喬伊斯則回應 法國反應過度 我們來看澳洲的最新說法 在經歷18個月的防疫限制措施之後 泰國觀光業重新啟動了 海外遊客也開始回流首都曼谷 以及普吉島 疫情重創泰國經濟入境旅客 減少超過八成 現在泰國政府已經允許超過60個國家 已經接種疫苗的遊客入境泰國 包含美國以及中國大陸 那麼現在第一天開放遊客 大部分都是來自歐洲 預料曼谷的機場 第一天將有3萬名旅客入境 泰國政府是預期明年 將有1000萬到1500萬名的遊客回流 營收預估將超過300億美金 但是觀光業者似乎沒有那麼樂觀 因為主要客源是中國大陸 還是要求回國的人 必須執行嚴格的隔離檢疫計畫 來看到的是開放還有以色列 在經過20個月之後 也開放完整接種疫苗的旅客入境 讓仰賴觀光業為生的猶太人 以及巴勒斯坦人 他們現在是期望經濟可以起死回生 不過耶路撒冷副市長說 現在只是部分重新開放 還沒有辦法期待大批觀光客 開始在以色列四處消費 那麼距離完全開放航班 也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從現在開始 外國旅客可以拿著72小時之內 採檢陰性證明入境以色列 最後一劑疫苗的施打日期 也必須在6個月之內 沒有接種疫苗的孩童 還必須要進行隔離 而最新消息是美國海軍 第七艦隊發言人 發布電子郵件聲明表示 美軍的海狼籍核潛艦 康乃迪克號 10月2號在印太地區南海 發生碰撞事故之後嚴重受損 經過調查現在結果出爐 確認事故原因是 康乃迪克號下潛的時候 撞上地質構造的未知海底山 而不是另一艘船艦 那麼據了解康乃迪克號 潛壓載艙在事故當中毀損 也使得潛艦踩水面浮航 一個星期才回到關島進行維修 那麼潛艦上的核子反應爐 據說現在是沒有損壞的 喜歡中天優質國際新聞的朋友們 請注意 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Kylo 邀請您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一起來支持林家園主持的 國際直球對決全球大視野節目 許甫的前進戰略高地 以及漢堡主播 鄭一貞的正妹看世界 國際新聞評論最佳品牌在中天 請立刻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人體的膠原蛋白會隨著年紀增長而降低 25歲以上 膠原蛋白就會開始流失 而膠原蛋白的減少是肌膚或關節老化的因素之一 膠原蛋白大多出現在皮膚 骨骼 肌械 關節 血管的結地組織 保養的關鍵在於適時補充膠原蛋白 增加富含蛋白質的魚類 肉品的飲食 也可以選擇JVITA 法國精膠原微分子生態做輔助 在季節轉換的時候 為所有女性補充肌膚流失的養分 也是保養自己的最好時機 找回年輕潤潭光澤 青春保養唯一指名 高純度 小分子 無欣慰的需求 法國精膠原蛋白生態 兩核超直組4680元 洗掃描中天直徑電商 快點購QR Code 立即享好康 來看到真的是一解封 竟然就瘋狂制賭了 新北警方日前接獲了情資表示 在三重有一處名宅社 有職業的賭場 經過多日埋伏搜證 一舉突擊 衝入內的時候 有大批賭徒正賭得很高興 當下真的是手足無措 只能夠乖乖就範 但是不顧防疫 這一天豪賭象棋上百萬 當然這些人最後全部都遭到了法辦 原警大陣仗衝入民宅 見到這群不顧防疫的賭客 立刻歹人 賭客賭到一半被埋伏原警突襲 嚇到不知所措 兵荒馬亂 大批男女眼見無處可逃 都只能乖乖抱頭就範 警方接獲情資 發現三重一處名宅 竟隱藏著四九職業賭場 不但有老闆 親住及把風人員 賭場前後門還裝設四支監視器 監控出入動態 躲避茶器 警方多日埋伏搜證 發動突擊 一舉逮捕三名賭場主賢 賭客22人 一擊抽頭金3萬多元 賭資62萬多元 俗稱的四九方式來積極賭客 那下注呢 金額無上限 賭資規模龐大 經常呢 一天就輸贏數百萬人 大批賭客噴完酒精 浩浩蕩蕩被帶走 不只員工都送辦 賭客也全被衣 社違法財閥 記者綜合報導 衛福部的衣服會執行長王必勝 他爆出了外遇小15歲的 零性護理師 而且疑似生下了一女 王必勝在上週發了臉書道歉 同時期盼家人諒解 但是現在不輪廉的風暴 持續延燒 因為零性護理師又被爆出 他的媽媽先前 已經確診新冠肺炎 包含他在內的同住家人 都是匡列隔離的 對此 疫情指揮中心回應 一切都是按照拘檢的規定做 但外界依舊質疑 確診疫調有沒有破口 王必勝當時 有沒有違反相關規定去探視 而造成指揮中心 存在染疫風險呢 在疫區作證指揮 指揮中心醫療應變 祖父組長王必勝 捲入不能列 媒體再爆料 被控外遇的零性護理師 母親曾染疫確診 同住一家都被狂列 王必勝短短一個月 被排到與女方密會九次 收門收入進出零家 確診這染疫期間 王必勝可能違反防疫規定 恐怕有接觸 確診個案的匡列 我們就是依照疫調的狀況 那該匡列為居家隔離 就列為居家隔離 指揮中心受得保留 但外界人高度質疑 當時疫調做的確實嗎 緋聞對象家人 燃疫時 到底有沒有調查清楚 有沒有確實匡列 還是大官就有特權 王必勝身兼 指揮中心重任 萬一疫調不確實 指揮中心也可能被攻破淪陷 今天怎麼還有臉坐在那裡呢 從一個官員的私德品德來看 今天坐在那裡通嗎 當初王必勝被爆料 和小三外遇神女第一時間 否認到底卻頻頻被網友抓包 女方照片中的那個他 就是王必勝本人 為了撇清婚外情 能騙妻子 有沒有可能也騙過疫調 恐怕只有王必勝最清楚 而且不只這一樁 王必勝還向媒體表述 女同事 零行女子 和前男友所生 也引出疑似前男友的姐姐 彭文質疑 怒嗆王必勝不要再謝責 難道要拿簡體去驗嗎 防疫拆彈 疫情救援王 緋文爆料截二連三 這下部輪逢暴 持續浮上台面 剪刀好不動 王必勝爆發惡婚外情 現在鬧得沸沸揚揚 沒有想到還傳出了 女方的媽媽曾經確診新冠肺炎 因此外界質疑 王必勝在女方遭到 匡列隔離期間和對方見面 針對了指揮中心的解釋 還有說法 時事評論員董志森就批評 要查兩個人有沒有見面 真的是太容易了 指揮中心 現在只是想趕快呼籠過去 認為事過境遷就不需要再調查 中央疫情中心 畢竟這一連半來 跟國人的關係太密切了 我們現在要不要戴口罩 到餐廳能不能 能不能要不要不用隔離來吃飯 或者到KTV 唱歌能不能喝什麼樣的飲料 都是他在規定 他現在已經比總統還大了 他說可以就可以 說不可以就不可以 好 你當初講 5月疫情大爆發的時候 你做了非常多的限制跟規定 誰誰誰被你點名 誰就要被移送法辦 而且法辦都翻不了身了 就是他講有就有 講戴口罩就戴口罩 好 那王必勝 他的那個時間點 其實就是5月 林裡的媽媽那時候被認為缺診 不管最後有沒有缺診 至少那時候的規定是 你這些人通常要隔離 不能跟他見面 對 你如果跟他見面 要不要查太容易了 你把手機拿出來 請中華電信 電信公司查一查 你就知道 我們檢察官就這樣辦案 你那個時間點 你人在哪裡怎麼會查不出來 太好查 現在科技辦案 我覺得指揮中心就想把他呼嚨過去 反正試過金千了 最後也證明沒有試 所以大家就當作沒有發聲一樣 這個其實對全民不能來交代 為什麼 因為今年5月 我們在做包括全體國人 每個人被你規定這個 規定那個 我們都乖乖遵守 憑什麼你們指揮中心 自己的大官可以不用遵守 大家把這個拿出來 來對照的話 看你指揮中心還有什麼公信力 但是大家剛剛看到了這個董志森 看到了小董哥 沒有想到昨天 他在直播節目當中 竟然是被消失 因為以新聞評論為主體的 知名電台News98 他們旗下的YouTube頻道 竟然是遭到無預警的刪除 就連關鍵字的搜索 也都完全找不到 可能是遭到大量檢舉所造成的 有不少臉書的網友 對於News98的遭遇 感到非常的氣憤 痛批塔律般恐怖攻擊 而且還寫到 難道是被民主了嗎 言論自由何在 也有人悲觀地認為 根據朋友的經驗 停權之後就很難再拿回來 再開幾個備用的頻道 恐怕是比較快的 好 其他的新聞焦點 還要來關心的是 今年的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舉辦在屏東的和平國小 今年致力於訓練小小選手的 明星瑞莎 這一回也是首次帶隊來參加 儘管開心地奪牌 不過事後 他在臉書PO文坦言對比賽 非常的失望 他點出了 在比賽過程當中有很多的缺失 像是練習場地居然是沒有軟墊 而且選手做完動作 躺在地上真的是痛到飆淚 就連脖子還有頸椎的部分 都出現了大OC 還發現說有教練兼裁判 而且有的還是昔日抹黑過他的教練 因此也讓他非常擔心 這種評分難道會公平嗎 雙眼緊叮小選手每個動作 明星瑞莎這幾年致力於發展 台灣韻律體操 10月底帶隊到屏東參賽 雖然勇奪獎牌 但事後PO文怒轟 比賽卻是一吐拉庫 兩個大OC印在頸椎上 瑞莎拍下比賽場地 一邊有軟墊 另一邊練習場地卻沒有 結果選手做完動作 躺在地上不動 因為傷到頸椎痛到淚崩 引發網友怒火 留言罵別人家的孩子死不完 連這點錢都要省 不然錢是花哪裡去了 我們只借場地 我們沒有借器材 今年的全國韻律體操錦標賽 就辦在屏東的和平國小體育館 但下方說只借場地 器材跟人員都有體操協會處理 瑞莎更進一步指控 一套體操75到90秒 但選手試場地最多只給45秒 而且練習時人多超危險 還發現教練來兼裁判 有的還是曾經抹黑過他的 擔心這樣評分怎麼公平 這邊有聽家長抱怨 自己的學生的家長其實都沒有 認為說這場地OK 規範上面或是安全上面 這應該要請協會出來說明 對於瑞莎指控 田律署表示要再了解 查明情況 但網路上已經罵聲連連 離譜的場地缺失 也讓首次帶隊出征 直奏賽事的瑞莎 嚇壞 坦言 非常失望 記者張春華 評論報導 在今天引發一個討論話題 還包括了總統蔡英文 她日前拋出了 未來難道可以用英檢 來取代考試嗎 當然此話一出 包含了家長還有老師 真的是炸鍋了 好 我們帶大家來還原一下 其實總統是在日前 跟高中生對談的時候 她特別提到了 自己很難以接受 一場考試就定終身 因此她提到 未來可以用托福 這些檢定考 來取代升學考試 當然此話一出 大家真的是傻眼了 難道教育制度 是總統一句話說改就改的嗎 教育部長潘文中 他也立刻說 現在還在評估可行性 但是強調 明年的考招制度 是不會改變的 好 當然總統蔡英文 她拋出這個想法 雖然只是她一句話 但是家長 老師 真的是炸鍋了 老師說 你英文成績 可以用英檢來取代 那麼難道未來數學成績 也可以用數學檢定考來取代嗎 另外也有老師認為 現在的英檢是由民間單位來主辦 當然這個客觀性是有待評估的 進一步也幫大家整理出來 其他各界的看法 好像是立委萬美玲她就提到 現在其實包含了全民英檢 還有多一考試 大家都知道這個報名費不便宜 動輒1500 1600塊錢 那麼如此一來 是不是有錢人 就能夠多考很多次的考試 那麼弱勢的孩子到底該怎麼辦呢 好 同樣的想法 還包含了中和高中的英文老師 郭惠銘 郭老師 他也提到 其實參加這個英檢考試 要1500塊錢 那麼以台灣家長的做法 當然就是小朋友 你考越多次越好 因為考越多次 就有機會可以選擇 自己比較高分的一次 好 其實以後未來 大家要升學恐怕要花不少錢 另外在民間團體的部分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公會 秘書長許秘書長 他也提到 如果未來我們都用英檢 來取代學測 還有分科測驗的話 那麼最大的問題就是 只剩下有錢人能夠升學了嗎 同時許秘書長他也說 如果未來這個英檢 是由民間來舉辦 那麼是不是大考中心 應該要思考要成立 那個英檢測驗中心 或者是說由國家統一來辦理 是比較公平的呢 當然其實總統一句話 拋出未來可能用英檢 來取代考試 現在已經引發各界的討論聲浪 這個議題我們會持續 帶大家來掌握 好 接下來來關心的是 在台北有一間裝修公司 在去年被人檢舉違規 台北市政府建管處依法開罰 沒有想到業者 竟然是找來議員官說 6萬元的罰單 立刻就被撤銷棉角 地檢署在貨報之後 立刻是在昨天晚間 把涉案的建管處科長 陳建民還有三名公務員 再加上一名業者約談到案 詳細狀況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記者謝蘇雅 是主播各觀眾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前台北市建管處科長陳建民 在台北地檢署接受偵訊後 打著電話 聲情自若的和別人握手 面對記者的提問 則是不乏異語不願多談 善的靈性抓求業者 則是戴著鴨舌帽 低著頭 快步離開現場 科長要不要澄清一下 到底是哪位議員 方便講一下 台北市一間裝修公司 在去年被人檢舉違規 北市府建管處依法開罰 沒想到業者卻找來議員官說 6萬元的罰單立即被撤銷棉角 地檢署貨報後立即將涉案 建管處科長陳建民及三名公務員 和一名業者約談檔案說明 經漏夜詢問後 依涉嫌台無治罪條例的土利罪 令陳建民以20萬元交報 其餘三名建管處公務員 以5萬到10萬元 業者10萬元交報 解放後續將持續深入調查 一張最新主播 立法院當中有一個地圖區 不過最近把世界地圖換上台灣地圖 但是金門立委卻立刻發現 地圖上不但沒金門 就連馬祖澎湖怎麼都看不到呢 大大的世界地圖就在立委背後展開 官員受訪也常選在這裡 背後這張地圖 可以說是全國曝光度最高的一張 但11月開始世界不見了 改換上的是滿滿一面牆的台灣地圖 數一數至少有34張 只不過離島立委來了 找一找 卻怎麼都找不到自己的家鄉 臺灣諸島全圖 金門在哪裡 那我們金門在哪裡 有沒有 這是蓬蓬嗎 眼睛找到快湯湯 卻怎麼都找不到金門立委哀嚎 難道只能同島一面 沒有同國一面 白蓬金嘛 我們金門是中華民國一圖 我們的地圖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金門 我要抗議 金門是中華民國的一分子 我們是同國一面 我們是同一國的 為什麼沒有我們金門的地圖 這個我要跟立法院 正式發我們抗議 有沒有朋友我也不知道 媽祖應該也沒看到 感覺被排擠 金門立委不開心 其實仔細看 還是有幾張地圖有出現離島 卻沒有明顯標示 而這張全國曝光率最高的地圖 可以拿掉全世界和大陸 只剩下台灣 到底是為什麼 大可不必玩 這樣子的意思一個形態 台灣是屬於世界的一分子 只是那麼窄的 只有台灣島的話 台灣的前途堪率 他們心中 只有他自己民進黨的意見 才是台灣人的意見 其他台灣人的意見 都不是意見 原本的世界地圖 將移往台中議政博物館點藏 而國會這一面牆 只能說盡400年 台灣語圖演進 可無法平息 中華民國超過百年歷史的 史觀解讀爭議 這綜合報導 好 來看到這份公布的最新民調 數字會縮化 其實有一份民調針對了總統蔡英文 還有行政院長蘇貞昌 所做的滿意度 還有不滿意度的這個調查 結果發現在蘇貞昌的部分 依舊是呈現出死亡交叉 好 對此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他提到了蘇貞昌 現在可能是為了保住行政院長的位子 即使公投結果失敗 他也能夠把自己塑造成 民進黨內的戰神 讓蔡英文沒有辦法將鄭文燦 扶上行政院隔魁的位置 現在的蘇貞昌最大的競爭者 就是鄭文燦 尤其鄭文燦的民調 現在調車尾的現象 會逼得我們蔡英文總統 不得不非要把鄭文燦 拉拔起來當行政院長 而最後的期限 就是2月1號的立法院開議的時候 鄭文燦必須要到就職完畢 然後利用明年一年的時間擔任行政院長 然後希望以這個職務的高度 讓他的民調能夠拉抬起來 但他還有可能急起直追 追趕上賴清德 因此就是說蔡英文總統跟鄭文燦 都面臨到這個最後的一個抉擇 這個抉擇唯一的障礙 就是我們的蘇貞昌行政院長 他當然敵死不從 打死也不可能讓出 他的行政院長的位置 任何人當行政院長的人 都會想要向上一層樓 這是很正常的心理狀況 但是我覺得蘇貞昌的問題 比較比這個更嚴重的就是說 他現在的這一次的隔魁保衛戰 還是第一關要突破的問題 他的隔魁保衛戰 他這兩天的表現可以看得出來 所謂一百場的公投開獎 公投開獎 理論上應該是要去跟人民解釋 說明他的政策 跟他的這個 跟公投之間的這個差異點 或爭取人民的支持 才是他主要的工作 結果蘇貞昌院長反其道而行 從第一天開始 他就把他定位成 這所謂的政權保衛戰 蘇貞昌他心裡有數 如果公投失敗的話 他仍然會變成民進黨的戰神 會變成民進黨的英雄 他的英雄的情況之下 全黨都要去保護他這個英雄 保護他這個 這個民進黨的英雄 一旦成為民進黨第一人之後 當然蔡英文總統 就沒有能力換掉蘇貞昌 這個行政院長 這是蘇貞昌的如意算盤 然後他現在既然是把他妖魔化成 污名化成這是一個政治鬥爭 甚至是一個在野黨的 我覺得這是拒心剖策的 基本上他就是要保自己的權位 然後要跟小英交心 說你看他們來鬥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又不是內閣制 對不對 不過其實針對年底的四大公投案 執政的民進黨為了讓公投案 全數不過關發起了反公投活動 而且還設計一個主視覺 但是這一回被台北市議員 王洪威質疑說 這個圖案 疑似是是是 抄襲澳洲某間公司的LOGO 民進黨為了宣傳四大公投不同意 花了號稱5800萬的巨資 用於作為宣傳費用 但是沒想到他們最近所公佈出來的 公投的LOGO 竟然跟一家澳洲公司的LOGO 非常的相似 那麼這個相似的程度 幾乎達到了96% 因為包含顏色設計圖形 除了邊角有一點點修正的話 相似程度達到96% 可是非常可笑的是 民進黨的發言人竟然說 這個LOGO是民進黨他們 是集合眾人的創意 所製造出來的一個LOGO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真的民進黨是4%窄的一個創意了 因為這兩個LOGO實在是太為相像 那麼民進黨花這麼多的錢 作為大內宣大宣傳 難道大內宣竟然變成了大抄襲嗎 那麼對民進黨花這麼多錢 是不是實在是糗到了呢 其實我們要奉勸民進黨 四大公投政策的含義是要展現直接的民主 讓人民可以針對民生議題還有公共政策 能夠直接用民意來否決掉錯誤的決策 而不是民進黨靠著自己擁有這個財大 勢大花了大錢去做宣傳 而現在花大錢做宣傳 卻搞出一個疑似抄襲的LOGO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 這樣的LOGO不叫抄襲 什麼叫做抄襲呢 所以我們還是是呼籲大家能夠重視這次四大公投的含義 不要隨著這個民進黨的大內宣疑似變成這個大抄襲而轉移了焦點 我們還是要呼籲大家 大家人民全力挺公投 台灣謝謝你 請大家一起來對四大公投投下同意票 好 針對年底的四大公投 民進黨這回服務院黨總動員 將要舉辦300場以上的宣講 對此時事評論員謝涵斌就說 這些宣講與其說是說明會 看起來更好像選舉的造勢活動 尤其民進黨又把整個公投 硬扯到大陸的勢力想要奪權 但如果真要說是誰和大陸唱賀 民進黨每一次說話 大陸方面就回應一句 根本是一搭一搭 你可以看得出來蔡英文真的是急 所以他最近到處跑場 然後去辦那個所謂的 老實講理論上講的故事 應該叫個說明會 沒有 那是造勢 那完全看起來像選舉場 那差不多了 對 然後我說真的 大家如果仔細看這幾天的新聞 台下那些觀眾都是這樣 對 面無表情 你不要這樣說 前面兩排會 然後會不會都這樣 我看到一個最好笑你知道嗎 蘇貞昌進場 司儀在那邊喊個聲勢力竭 結果蘇貞昌在任務 結果旁邊人這樣 真的是這樣 然後很多人 蘇貞昌一走回去 他馬上看後面 不知道後面誰來 我不曉得 就是完全一副管你誰來的 我們只是做動作而已 看起來 大家都看了 雙煮菜的面子來了 我不知道 看起來很像 現在差不多百五塊 說明會不是這樣辦 你這個叫選舉造勢場 我也不知道你現在辦 這個選舉造勢場 到底意義何 找了一堆自己人 然後大家齊齊一躺 然後在那邊喊了半天 除了壯膽之外 請問一下有什麼任何意義嗎 民眾我因為這樣了解 四個公投到底要同意還是不同意 沒有人知道 而且我看也沒什麼人關心 因為這完全就是你們一個自嗨的場子 那你要去說 現在是因為 國民黨跟共產黨結合 是要擾亂台灣才會提這些公投 老實講國民黨提的是什麼 公投綁大選 公投綁大選不是 第一個是民進黨自己的主張 第二個公投綁大選 到底對兩岸之間會造成什麼危機 到底會造成什麼狀況 我完全搞不懂 請問一下到底有任何一種危機 我想不出來 然後國民黨主張的第二個叫萊豬 不要吃萊豬 不要吃萊豬不是 第一個也是民進黨自己的主張 第二個是台灣全體民眾的共識 我今天聽到農委會一個 還在那邊講最好笑 陳吉仲又在講 陳吉仲不是生病掛急診了嗎 他有空發臉書 然後他發臉書又在強調什麼你知道 你知道嗎 到現在我們第一個 今年的美豬進口 遠遠比去年少得多 他覺得這是他的政績 那是我們不敢進 你討個派去 你有沒有想到 為什麼會進得少得多 因為沒有人買 為什麼沒人買 因為你不標示 你不標示哪個有萊豬 哪個沒有萊豬 所以大家都不敢買 是你在害美國人 這怎麼會是你的政績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所以這些人現在已經邏輯 完全一整個混亂 大家早安 我是麥玉潔 歡迎各位持續鎖定 上午九整點的新聞 還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這節新聞是有雙開的 請大家能夠到我們子頻道 中天新聞頻道 來幫我們沖一波點閱率 好 現在其實我先來點點名好了 在聊天室當中 我看到路過的會營 Jacky Chan 吳秋香 還有彩晶 玉浩君 世宏 鎮陽過 都已經來到我們聊天室當中 留言來做互動 非常歡迎大家 也希望各位能夠多多 把我們直播連結分享出去 這一節新聞一開始 要跟大家來討論的是 年底即將登場的四大公投 其實這一回民進黨前後的嘴臉 讓人家覺得說 怎麼你在執政前跟執政之後 態度差那麼多呢 所以今天要為大家視訊連線到的 就是台北市議員徐巧鑫 巧鑫 你早 大家好 好 議員 我接下來想先請你 跟我們一起來看這幾個畫面 就是民進黨之前其實是 反對開放瘦肉精的 難道真的是酌勢驚飛嗎 好 民進黨立委許智傑 昨天在我們大政治大爆掛的節目當中 他就認了 他說其實民進黨跟國民黨一樣 好像都是在執政之後 是換了位置 換了腦袋 我們先來看這段畫面 對 瘦肉精是含有風險的 那這個風險 台灣人原本不需要承擔 吸毒就是吸毒 不管吸多少毒都是吸毒 我們絕對反對瘦肉精 是零檢除的 一定要零檢除 這樣 一個國家 要扔多久的用意 就是要爭取 要守護人民的權益 在高達有八成的民意反對之下 仍然要來開放 美國含有瘦肉精的肉品進口 本黨堅決反對 這個瘦肉精是為了 增加商業的一個利益 這些添加物根本就不需要 也沒有必要存在這個食品裡面 更不必要讓民眾 來直接去承擔健康的一個風險 民進黨團再次重生 只有零檢除 瘦肉精只有零檢除 不要讓瘦肉精這樣發音 真的簡直可以漲掉 此一政策默示專業 違背民意 將國民健康置於未知的風險當中 覺得他把我們當傻瓜 但是我們不想當傻瓜 我們台灣人不是笨蛋 全國上下一條心 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 民間團體 大家團結起來 像美國人要求說 我們要跟歐洲人一樣 吃到沒有瘦肉精 沒有荷爾蒙 那種等級的牛肉 對於所有的肉品 絕對不能含有瘦肉精的 這個立場跟態度 我們維持一貫的這個原則 國民健康 不容妥協 玩弄民意 以及玩弄國民的健康 辦法接受這樣的政府 這樣的政府 有一點像詐騙集團 為了個人的政治籌碼 或是過去的一個政治交易 來忽略掉國民的健康 人不錯 但是在這個政策辯論的時候 這個角色起來的話 我就覺得聽不下去 第一個剛剛講有關 跟國際貿易 我們那問題你沒有回答 好 那你回到說 進來的這些問題 第一個他拿中國時報 跟聯合報來做 那是什麼意思 像我當年反美豬 現在反美豬 你怎麼用中國時報跟聯合報 根據 第二個 就算中國時報跟聯合報 你是用他們來打他們的臉 我告訴你 也可能是怎麼樣 他們現在打他們當年的聯合報 是知錯必改 人家是改邪歸正 是不是 人家覺得以前錯了 你拿他們現在來說 你以前反對 這有什麼說服力 第二個 我覺得你們民進黨 剛好相反 人家是改邪歸正 你們是改正歸邪 人家是棄案投名 你們是棄名投案 明明有證據在那邊 你為什麼不看 都選擇性的在那邊弄 我跟你講 你這種態度 有必要這樣嗎 你們真的要棄名投案嗎 真的要跟自己的為敵嗎 真的要墮落到這種地步嗎 我請問你 剛剛志傑委員特別提到了 就是所謂的卓士經費的部分 可是這個沒辦法 這個回力標 還是打到蔡英文身上 就是在當年的時候 他確實反來牛 他反對肉品裡面含有來劑 他說這是全民健康的問題 政府沒有先跟大家討論 你怎麼看 對 這個我覺得 的確是這樣子 的確是這樣子 這個回力標 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事實上都一樣 我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 有時候在當在野黨 跟執政黨的時候 這個腦筋就顛倒過來 我是覺得 換個位子 換個腦袋 但是重點是不忘初衷 不忘初衷 當然就是人民的健康 國家未來的發展 這個都要一起去思考 你說以前民進黨百分之百反美 現在國民黨百分之百反美住 我覺得他的道理是有一點類似 兩個都要檢討 曹欣你剛剛也聽到了 這個許智傑許委員 好像是吃了誠實豆沙包 他直接承認了 民進黨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你怎麼樣看 確實民進黨就是換了位置 換了腦袋 然後沒想到這種事情 應該是要有點羞恥心 但是他們似乎是非常的大言不慘 就覺得說對啊 我們就是這樣子雙重標準 可以看到民進黨在他們的 公投的說明會上面 經常會批評說 你國民黨是不是反美國啊 可是我剛才在影片裡面 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林非凡 民進黨的現在的副秘書長 他當時在做這個 反瘦肉精學生聯盟的時候 不僅是站出來批評說 我們不要吃有瘦肉精的牛肉 而且豬肉隨之就會開放了 結果最後開放豬肉的 還是民進黨政府 馬英九守住了牛豬分離的承諾 但是民進黨上了以後 完全不管要全面性的開放 而且大家剛剛在影片當中有看到嗎 他手上拿著一張海報 上面就是美國當時在這個爭兵的時候 爭木兵的時候的這個美國大叔的照片 所以他是直指美國啊 甚至呢地委這個田丘警 他也說到了 就是說去跟美國人講啊 我們要跟歐洲人吃一樣的牛肉 不要跟美國人吃一樣的牛肉 所以他們還用了所謂的毒牛 毒這個字還說毒品就是毒品啊 那請問 國民黨講的是反萊豬 我們是說萊克多巴能豬肉 我們不要吃 但是美國豬肉是沒有問題的嗎 因為 在豬肉來說 美國的比例有萊克多巴20% 那20%的我們檢驗 進口的時候不要進 美國豬肉還是可以吃啊 結果呢民進黨他自己以前反美反毒 他說這個瘦肉精子毒 然後他們竟然還有臉 現在過來說 你國民黨是不是要反美 這是昨天呢 他們鄭文燦最新的一個說法 那他就覺得說 那如果國民黨這叫做反美的話 那請問民進黨以前到底是在做什麼呢 你不能說你今天你執政了以後 你就拿這些東西抗中保台啊 給國民黨去扣很多的帽子 但你自己在在野的時候 是不斷的把議題拿來做鬥爭 所以這會讓大家覺得就是說 民進黨的雙重標準 已經雙出了一個新高 那是大家覺得你今天你出來 要求國民黨或是說民眾 不要去投這個公投 是沒有道理的一件事情 那他們會說 可是你們國民黨在亂啊 我們現在要走入國際世界啊 那請問當時嗎 政府就沒有嗎 當時也是要做批法的談判嗎 那個時候這個林非凡他們還說 產業衝擊有哪些你要說清楚啊 會不會開放了牛之後就開放豬啊 代表說他認為開放豬 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嗎 那今天你們為什麼又可以去同意呢 公投已經是所有人民站出來 告訴政府說這些政策 我們不喜歡裡面最穩定 最和平的一個方式了 只要去投票而已啊 今天國民黨不是鼓吹大家暴力 國民黨不是鼓吹大家革命 只是讓大家在12月18號的時候上街 毫無一張選票而已 蘇貞昌竟然說 國民黨只是在亂 那如果連公投都是在亂 如果連人民去行使我們合理的權力 都是在亂 那民進黨政府乾脆改成獨裁威權的政府算了 因為所有人只能聽你的 只要不聽你的就是在亂 不過其實議員接下來我想來看到的是 其實現在大家都說這個公投回力標 真的是打得民進黨臉好腫啊 但是有一份最新的民調 既然發現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總統蔡英文她的滿意度民調的調查 可以看到她的滿意度來到了53.7% 但是還上升了5個百分點 有將近6個百分點 不滿意度是43.3% 有下降5個百分點 因此現在大家都在問 難道說這個總統蔡英文她的滿意度 已經回到當時在8月份 整個強勢的民調狀況了嗎 這個部分等一下要請巧欣來跟我們討論 但是我們先進一步帶大家來看到 行政院長蘇貞昌呢 蘇貞昌她的滿意度 雖然也是有上升的 不滿意度也是有下降的 但是她的負面評價 依舊是高過於正面評價 所以說從5月份疫情爆發 一直到了現在 她的施政評價依舊是負大於正 針對了這份民調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 她有她的看法 她說蘇貞昌你的不滿意度 還是高於滿意度 因此現在面臨的是所謂的 隔魁保衛大戰 好 蘇貞昌這一回她說 國民黨推出這個四大公投 就是要把蔡英文打到跛腳 好 吳子佳她就揶揄 蘇貞昌你現在做什麼事情 怎麼都要來拖蔡英文下水呢 當然這個是吳子佳她的看法 接下來我是想要請問一下巧欣說 你怎麼樣看這份民調 怎麼總統蔡英文 她現在負面聲浪這麼多 但是她的民調反而還是持續上升 她的民調即便在這個疫情期間 她還是可以挺在那邊 她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南部的鄉親對她非常的支持 最主要是南部 她作為她的一個支撐點 那為什麼南部會作為一個支撐點 當然跟他們的這個意識形態 很有關係 所以當蔡英文她去喊出什麼戶不隸屬啊 然後在博慶的時候講這些話 或是賣環果乾或是跟這個中國大陸這邊 一來一往 這些都會有助於去行訴 她的滿意度 在表面上面是慢慢的去拉高 那再來就是說 本來幾個對她比較不利的事情 包括打不到疫苗 包括疫情的因素 其實都已經慢慢的緩解 那再加上就是說 我們現在正在做很多的相關的鬆綁 這些都是算是會讓她的民調 有回穩的這個跡象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說她稍微的 是脫離死亡交叉了 可是在內政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回到蘇貞昌的身上 她的不滿意度 還是持續的大於滿意度的 所以巫子家董事長說的 我是認同的 就是你看到兩次都是 蘇貞昌想要把蔡英文推到前線 她作為行政院長照理來說 應該是要站在前線一肩扛起 可是她顯然沒有打算這麼做 當時她在批評鄭立文 立法委員說會更小的這個時候 大家記得嗎 那時候鄭立文是說 我懷疑第一個投降的是你蘇貞昌 第二個是蔡英文 但是蘇貞昌在面對媒體的採訪的時候 她竟然說她會罵鄭立文的原因是因為 鄭立文說蔡英文是第一個投降的 你看這是不是就是把事情推給蔡英文 那這一次她在公投說明會上 也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她就說 我們國民黨在發動這個活動公投 是為了要讓蔡英文跛腳 可是朱立倫主席她先前有講到 是對行政院長蘇貞昌的不信任投票 所以明明人家是提到你蘇貞昌 可是你又把球丟到蔡英文的身上 那我相信這些事情 長期來說會再度引發民進黨的 一個內部的矛盾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是不是會跛腳 這個跟他們黨內的一個結構 其實關係是最大的 你可以看到雖然他們說雙主菜便當 他們說這個鄭文燦 賴清德 蘇貞昌 蔡英文他們都要一起在不同的縣市 共同的宣講 可是他們早就已經內部開始 在準備競爭2024年的大位了 這一些矛盾跟衝突 慢慢的我認為會有不同的事件引爆出來 那甚至也會影響到民進黨內部的這個民調 所以當然有一些的利多 讓蔡英文的民調可以回升 那民進黨賣芒果乾 抗中保台這件事情 雖然在全台灣來說 不見得對每一個縣市的民眾 都是特別有效的 但是因為在南部地區 是可以去穩住 就像你可以看到在上個月下上個月 在疫情最糟糕的時候 批評民進黨政府的聲量非常的高 可是他們的滿意度不滿意度 他還是可以盯在那個地方 就是來自於當他們去跟中國大陸去談一些 所謂炒一些兩岸議題等等的 那就會讓這個中南 南部啊中部沒有 南部地區的這個民眾他的支持度 可以保持在一定的程度裡面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在帳面上看到的是 他的滿意度好像有回升的跡象 或是沒有再掉下去 好 議員我接下來還要想問一下 就是除了這個即將登場了四大公投之外 大家也很關心的就是中二選區的立委補選 但是這幾天 其實周遇寇他一直猛攻炎家 他說這個炎家把他打成黑五類 我知道你在這個3Q運動的時候 也有直接到了這個中二選區去觀察 您怎麼樣看現在周遇寇他的動作 他背後的盤算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就進來觀察炎家 炎家在接下來這個立委補選 他們到底應該要扮演什麼樣子的角色 周遇寇他昨天攻擊炎金鏢 他們說你們是神棍 可是他完全不了解就是宮廟的邏輯 顯然他的知識非常的淺薄 因為在現代的這個宮廟系統裡面 我們會分成管理者 跟這個跟神明相關的 所以炎家他在鎮藍宮 他是一個管理經營者的角色 他本來就沒有帶任何所謂的神明 跟神明接觸的這些色彩 他們頂多算是其中比較熱心 維持會晤 維持宮廟的活動 宮廟系統的這個經營者而已 那真正跟神明有接觸的 是像是雞童等等 所以這個炎清彪昨天就說 我又不是雞童 什麼叫做神棍呢 我沒有在從事這樣子相關的工作 而且他們是相當嚴格的 那神棍呢 不知道他要講誰 因為他可能對於這些事情 根本就不了解在亂講 但是我很清楚呢 我們在台灣裡面 有一位叫做騙神棍 就是蘇貞昌 因為他有騙神的具體的事實 而且他每天都拿著一根長長的 撞球桿一個棍子 所以騙神棍呢 反而打到了這個蘇貞昌 那接下來的中二補選裡面 我的看法是呢 不需要 不需要讓別人感覺到 你會懼怕民進黨或是林靜毅 所以呢要推誰出來選 我覺得都是ok的 但重點在於你的態度 因為民進黨他們一定是全力猛攻 然後把你打成黑無雷 這個是已經知道的 那你不管派誰 就算你是派什麼 聽說有媳婦啊 然後妹妹啊很多 你只要任何一點跟鹽扯上關係的 一樣都會被打成黑無雷 所以我覺得 做政治是要有勇往之前的勇氣 那我們不要去怕別人的批評 因為 你再做再多他們都會批評你 他們都會你看 連鹽清標都要被周宇寇指成是神棍 還說呢 要拿慶祭 他們是要拿慶祭出來選 就是子彈的意思 那你會久了之後 大家會發現一件事就是 他們一直指控鹽家是飛到 可是呢 鹽家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威脅的任何人沒有 沒有 恐嚇的任何人沒有 沒有 真正在恐嚇大家的是誰 反而是 口口聲聲說對方的民進黨 你看周宇寇的說法 不是在威脅跟恐嚇嗎 或抹黑嗎 然後呢 林長佐當時他說什麼 去台中這個選舉的時候 罷免活動 可能會有過分的 可能會有棍棒的 到最後一天 完全都沒有 是他們在說謊 再來林靜宜他說 要穿防彈衣 才能在這個選區裡面選 那請林靜宜接下來 一直到補選結束 都穿著你的防彈衣 穿好穿滿 所以 所有在威脅恐嚇抹黑的 都是他們自己 但是他們去拿這些內容 去攻擊對手說 你們就是黑道 你們就是在做這些事情的人 所以無論你在如何的防守 實際上對方會攻擊就是會攻擊 他沒有要跟你講道理的意思 所以我認為呢 推派誰出來選都可以 但重點是 你們就出來 然後把一場選舉裡面 該做的事情給做好 我們相信選民他是有判斷的能力 否則的話就不會把陳柏惟給罷免了 那既然罷免了陳柏惟代表 選民對於這樣子類型的 就是訴諸意識型態的 然後很喜歡抹黑的 這一種政治人物是不喜歡的 那走了一個男柏惟 來了一個女柏惟林靜宜 她在選區裡面 是否可以得到大家的認同跟支持 我也是很遲疑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站穩腳步 然後呢面對挑戰跟困難 我覺得這是嚴加 接下來如果要參加中俄補選 最重要的 好 當然其實接下來 到底這個藍綠兩陣營 在中二立委補選這邊 會派出什麼人選 答案可能馬上就要出來 還有包括民眾黨 會不會派人出來絞逐呢 這個部分我們持續 請巧心跟我們和網友 一塊來關注 非常謝謝您 好 剛剛其實在聊天室當中 我看到像是這個黃國珍 他就提到了詐騙集團 難道是在污衊媽祖嗎 還有孫坤德 他也說不是要去中嗎 媽祖是大陸人耶 當然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這一節新聞開始 還是有雙開的 請大家能夠多多 在聊天室當中留言 跟我們來做互動 同時不要記得 一定要記得按讚之後 幫我們把直播連結 分享出去 接下來看到這個新聞 是美國已經加碼送給台灣 150萬劑莫德納疫苗 現在已經抵達台灣了 但是有網友仔細一算之後 就發現 其實各界送給蔡政府的疫苗 都已經有超過2400萬劑 已經超過台灣2300萬人口 因此網友炮轟說 這簡直就是世界奇觀 全國百姓 竟然是必須要靠各界捐贈疫苗 那麼到底要你政府幹嘛呢 美國加碼 捐贈台灣150萬劑莫德納疫苗 蔡政府瘋狂感謝之餘 有網友掐指一算 一年來 蔡政府雙手朝上討疫苗 美國捐贈400萬劑莫德納 日本送了420萬劑AZ 台階店鴻海慈濟自費購買 送政府1500萬劑BNT 加上斯洛伐克等國送的 光各界送的 就高達2404.9萬劑 已經超過台灣2343萬人口 台灣現在是有錢要吃人 我們是有錢的乞丐 我們是拿了金飯碗倒置去要錢 網友炮轟 疫苗通通靠民間跟國外送 要蔡政府幹嘛 我們該誇讚這政府很會要嗎 當各國已經在追打第三劑疫苗 蔡政府一開始自購的 莫德納跟AZ疫苗 到11月為止 最多只到貨63.4% 在野黨嘲諷 當各界送的疫苗 竟然已經超過台灣人口 根本是世界奇觀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你買的怎麼 就不能夠都來呢 郭董買BNT BNT也是一批一批一批 每個禮拜都到貨 怎麼就是你買的 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呢 購買能力太差了 政府實在是能力太差了 這樣的政府還不推彎 留著他幹什麼呢 這個爛的政府 怎麼可以帶領有效力的民間 當然有效力的民間 要幹掉爛掉的政府 對比民間跟各國能買到疫苗 還能送別人疫苗 蔡政府卻讓台灣2300萬人口 打身手牌疫苗 詭異的是政府還能自誇 我們的國際關係搞得真好 記得黃明娟 李璇 SJ小組 台北報導 其實最近這一陣子 應該有蠻多網友 都已經打了這個第二劑疫苗 如果是打BNT的話 可能都已經打了第一劑疫苗 但是我們接下來 帶大家來看到這個個案 就是在南投縣埔里 有一名46歲的男子 他7月份的時候 打了第一劑的AZ疫苗 其實當下就出現 嚴重的不良反應 最後是靠著醫護人員努力 才把他救回一命 沒有想到到了10月份 輪到他接種第二劑了 其實當下醫護人員有告訴他說 你第一劑已經出現 嚴重不良反應 已經被應救起來 因此建議他不要施打 但是沒有想到 這名先生他堅持要打 而且當下是簽了切結書 同意接種疫苗 但是很不幸的 他在隔天就過世了 好 這個個案 昨天在南投縣議會 引發大家的討論 因為當下就有議員 直接質詢衛生局局長說 現在可以推測是疫苗的問題嗎 好 另外一個部分是 其實家屬希望不要解剖大體 讓他能夠善終 因此也問了衛生局局長說 如果不做解剖的話 有沒有其他方式 可以提出救濟 好 議員當下也問 好 現在你對於這個 在接種完第一劑疫苗 有出現不良反應的民眾 到底有沒有做追蹤呢 能不能夠強制民眾 如果你第一劑出現 不良反應的話 就不要接種第二劑 不過其實對此 衛生局的官員 他們的答案是 接不接種疫苗 其實個人的選擇 是沒有辦法強制接種的 但是針對了這個 發生不幸的個案 我們接下來要為大家 視訊連線到的是 王任賢 王醫師 要請教王醫師的是 針對了這起個案 能夠推測它是疫苗的問題嗎 還有就是如果在第一劑 有不良反應的人 到底有沒有做追蹤 能不能夠強制他 不要接種第二劑的疫苗 接種過第一劑疫苗以後 如果產生了 立即性的 嚴重不良反應 也就是過敏性休克的 反應的時候 照理講 他是不應該再繼續 接種第二劑的疫苗 因為第二劑疫苗 可能會造成更嚴重的 一個事故 也可能會致死 所以原則上來講 是不允許去接種的 但是在台灣的法令 規定來講的話 因為他沒有強制病人去接種 所以說他也不能強制病人 所以不接種 所以如果病人 要質疑要去接種的話 其實是無法可以管 但是台灣的疫苗接種 有一個看診的制度存在 醫生要先看過診 那在看過診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可以先去評估 他到底能不能接種 因為只有這個方法 才能夠阻止有過敏史的人 繼續去接種同樣的疫苗 這個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不是中央政府 也不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這個其實是由病人自己去決定 以及醫師去下一個友善的 一個禁令 才能夠阻止這個事情的發生 好接下來還要進一步來追問 王醫師的是 其實以這個個案來說 這個病人的家屬 他說不希望解剖大體 那麼現在除了解剖大體 到底家屬還有沒有 其他的救濟方式呢 在接種疫苗產生的不良反應 甚至死亡的案例 在台灣現行的制度下 是沒有辦法先行得到一筆補償金 必須要經過一個訴訟的程序 向廠商求償以後 才能夠經過鑑定 而拿到他的一個賠償金 所以在這個制度之下的話 其實老百姓真的也沒有辦法 唯有敦促政府能夠好好地建立 這樣子的制度 才能夠讓我們受到傷害的老百姓 能夠及時得到應有的補償 不過其實疫苗的問題還蠻多的 像是國內的公費疫苗施打即將開放 第13期的預約 但是這一回在桃園有一名孕婦控訴 他說遲遲預約不到莫德納疫苗 好不容易排到了BNT 但是遭到醫護人員當場退貨 表明孕婦只能夠施打莫德納 事後他打給1922 對方也說這是政府的政策不夠明確 因此就讓他崩潰怒控 根本成了疫苗孤兒 不過對此指揮中心已經澄清 其實國內並沒有禁止孕婦打任何一種疫苗 很可能是醫護人員誤解了 平徵運動拉起袖子接種疫苗 今年6月不少孕婦都順利在造冊後打到疫苗 但之後才得知有喜的孕婦卻苦等無苗 有人好不容易預約到屬於mRNA疫苗的BNT 卻當場被舉打 跑去打BNT但被退貨 白跑一趟 然後我到現在還第一劑都沒有打 就覺得現在是淪為疫苗孤兒 原來桃園這名零星女子 郵運近四個月 10月25號 預約BNT疫苗 隔幾天到社區接種戰時打 但護理人員卻說孕婦只能打莫德納 慘遭退貨 說打給1922得到的回應更讓他不煞煞 後來打給1922 但是他們的說法是 其實政策並沒有說孕婦只能打莫德納 也有說這個政策有點問題 然後他也說我這樣的族群 真的會等到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打 那我是不是生完了都還沒有打到疫苗 疫苗一等再等沒有莫德納該打BNT 但零星女子無辜被退貨 錯過這次接種恐怕不知道得再等多久 怒控根本就是政策不明確 指揮中心應該寫一個明確的規範出來 讓大家有一個issue 這樣比較沒有爭議性 孕婦事實上他想打任何一種我們都開放 我覺得他是誤解 因為以前大家都一直以為只能打莫德納 指揮中心強調不管是AZ或BNT都早已有孕婦接種 純粹是醫護人員誤會大了 而國外有不少研究證實孕婦接種mRNA型的疫苗安全又有效 只是當初國內只有莫德納到貨才會建議孕婦接種莫德納 好先來感謝一下剛剛我在聊天室我們的子頻道中天新聞頻道 看到有兩名網友對我們的斗內分別是李一賢還有孟佩佩 同時對我們斗內還送我們一個可愛的貼圖 非常感謝兩位的支持 當然這節新聞我們持續雙開當中 邀請大家能夠到我們子頻道中天新聞頻道 來幫我們沖一波點閱率 接下來是我們全球現場的時間 帶您掌握國際間的訊息 來看到的是全球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不到兩年 但是已經奪去超過五百萬人的性命 讓新冠肺炎成為全球三大死因 疫情不但重創貧窮的國家 就連醫療水準一流的富裕國家 也難逃過去前所未見的新冠病毒摧殘 全球至少有五百萬人死於染疫 而且真實的數字很可能更多 包含了美國歐盟英國這些高收入國家 擁有全球八分之一的人口 染疫的死亡人數就已經佔了全球近半 光是美國有超過74萬人染疫喪命 高居世界第一 至於第二名則是英國 第三名則是俄羅斯 新冠肺炎如今已經是世界上 僅次於心臟病還有中風的第三大死因 而現在全球也苦於對抗 不斷正在變種的新冠病毒 由於近期日本的疫情持續的好轉 因此昨天東京更只有出現9個人確診 讓日本政府現在考慮要放寬邊境措施 根據NHK的報導 日本政府希望能夠重新帶動經濟 預計在這個月內開始實施新的邊境管理政策 未來則是以短期商務還有留學為目的的入境者 從原本必須隔離10天縮短到最短3天 這項政策最快在8號就會正式上路 日本是在去年10月份曾經一度開放邊境 但是今年1月份開始由於海外的變異株病毒疫情爆發 再度收緊了邊境管制 根據統計 因為日本邊境措施而沒有辦法入境的外國人 大約有37萬人 其中有7成是技能實習生還有留學生 根據美國地質調查所表示 是在印尼的蘇門達蠟島的外海今天發生了規模5.9的地震 而這起地震它的震源深度大概只有6公里 不過目前沒有損害通報 也還沒有發出海嘯警報 還要來掌握的是全球氣候峰會 昨天是在蘇格蘭正式開幕 英國首相強森在致辭的時候呼籲 全球的領袖必須要像00C詹姆斯龐德一樣 綁在倒數計時的裝置上快速拆解氣候變遷 這顆末日炸彈 他同時也警告了 如果各國沒有辦法實現承諾 那麼後代子孫將不會原諒我們 但是我們有機會 我們有職業 我們有職業 為了這個集合 當時人們終於開始 我印象說 開始炸彈爆炸彈 人一天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覺 而睡覺對我們的影響有五點 消除疲勞 保護大腦 鞏固記憶 調節內臟功能 提高機體免疫力 想要提升睡眠品質 Javita全能封膠圍倒農村膠囊來幫你 這是由台灣在地小農嚴選生產 具有調節生理機能 以及黑大蒜元素支補強生 永遠好的睡眠品質 對人體的調節機能 也會有好的效果 保健自己 從睡眠開始 28點 中天送合台 褲子麻醉東報2 一起鐵運爆炸案 牽扯出一連串的醫療問題 爸爸當人球踢的人 現在也被人當球踢來踢去 我該了 醫師 制度可以救人 他同時也會殺人 官僚 安靜物質 有一定的程序跟計劃 明代 改善醫療環境 本來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媒體 這很有可能會是我們今年的獨家 誰才是真凶 11月4日晚間8點 中天送合台 褲子麻醉東報2 在台南市六甲區的中山路 跟民族街口 昨天發生了一起驚悚的車禍意外 救護車執勤的時候 沒有想到撞飛一名女騎士 驚悚畫面曝光了 路口監視器可以看到 上方一台機車直直騎了過來 到路口的時候 突然畫面右方一輛救護車急駛而來 直接往機車撞了上去 再換個角度來看 救護車接近路口的時候 發現機車車頭還稍微閃了一下 但是已經來不及 重機騎士 瞬間噴飛到對向車道 機車被撞得連見四散 一部在運傷患的救護車 與另一部立更執行的機車發生碰撞 造成機車輪駕駛身上多處差錯傷 救護人員及車上傷患則無受傷 這起車禍發生在台南 一號上午救護車載運傷患 前往奇美醫院的途中 行進六甲區中山路和民族街交叉口 紅燈執行通過撞上綠燈執行的機車 造成24歲的無姓女騎士 身上多處差錯傷 救護車人員以及車上的傷患 沒有受傷 在路上如果聽到救護車緊急生死 請防護適中減速慢行 你讓車到保障你我安全 警方獲報立即趕往現場 協助救援以及交通管制 造勢救護車上的傷患 改派救護車接走 送往柳營奇美醫院 車禍受傷的無姓女子 則是由消防隊協助送醫 警方表示造勢原因 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王志文 王一仲 台南報導 真的是太離譜了吧 在彰化有命男子喝酒之後 躺在雙黃線上頭 遠景上前驅離 他醒來之後突然是大爆走 出拳打人拉扯 甚至還用頭撞救護車 事後還反過來指控救護車撞人 警方最後噴了辣椒水 強勢壓制 而被打的消防隊員 包含了頭部還有手臂挫傷 還好沒有大礙 這名男子最後是依照 妨礙公戶罪嫌 被依送法辦 你先冷靜一下 男子大聲跑上 四五名員警和消防人員 將他團團圍住 另一個角度 男子甚至揮拳 將消防隊員 頭上的帽子都打掉 警方人力優勢 噴辣椒水 原來男子喝酒醉 醺醺醺醺地躺在馬路鎮中央 被員警叫醒 他情緒瞬間失控 動手歐警 救護車來介護 他竟然一氣之下 頭槌自撞救護車 我們請他簽送 拒絕送醫的簽名之後 該名患者突然起身 攻擊我們的救護車 並且說說我們的救護車 撞到他的頭部 消防隊員手臂額頭擦傷 並未提告 而救護車被撞凹一個洞 防害公務移送偵辦 而同樣是佔據馬路 台中市五圈名泉路口 男子坐在馬路鎮中央 像是喝醉一般 左右來車 從他身邊呼嘯而過 男子還拿水潑灑身體 有人懷疑他是要製造 碰瓷假車禍 但警方到場人已經離開 不論動機如何 男子阻礙交通 將處以300元罰還 界中部綜合報導 年底的四大公投 現在藍綠兩個陣營 可以說是總動員 不過國民黨難道是 這個蝦米演說 在對抗大金魚 民進黨的示威嗎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國民黨昨天從屏東出發 舉辦了這個 變形金康車的 公投宣講活動 在現場其實人不多 大約只有一兩百人 到場來參與 對照前一天 民進黨在屏東 同樣一個地方 舉辦的說明會 其實當時有千人 到場來造勢 真的是蠻具有規模的 對照這兩鄉的狀況 國民黨秘書長黃建廷 他特別提到 他說其實就足以證明 民進黨這一回 是動用國家的資源 在辦造勢活動 當然國民黨這方面 雖然規模比較小 但希望能夠走入巷弄當中 來喚起民心還有民意 接下來 國民黨也會一連串的活動 包含要舉辦 一千兩百多場的 街頭宣講 立法院 則是分進合集 會舉辦公廳會 另外也會跟民間團體 來合作 同時就是台北市議員 羅志強 他發起的夜宿凱道 49天 羅志強他也特別提到了 民進黨 你拿了5800多萬來造勢 當然還包括一些人民的納稅錢 我們在凱道舉辦的夜宿 當然是寒酸到丟人現眼 至於在民進黨綠營這方面 其實他們接下來也會舉辦 全國的說明會 而且下了軍令狀 是由總統蔡英文還有蘇貞昌 都會親自來上陣 現在看起來 這個年底四大公投 變成藍綠對決的態勢 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所以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到 決戰年底公投 當然台灣政壇 現在最為關注的話題 就是這個了 國民黨前青年部主任陳冠安 他昨天透露一份大數據資料 顯示 如果以關鍵字公投的影響力分數 來看到的話 好 您可以看到 第一名就是羅志強了 他的分數有4萬多分 第二名這個人是誰 他是蔡英文 他的分數有將近2萬分 不過來對照一下 其實一二名的差距 其實超過了兩倍 好 面對這樣的情況 其實羅志強他也很快的 在臉書開酸 他說你民進黨花了這麼多錢 花了5800多萬 舉辦豪華說明會 但是來對照一下 在臉書的影響力分數 只有我的不到一半 因此羅志強他也說 真的是笑掉大牙了 難怪現在民進黨的側翼打手們 都要來群起圍攻他 但是說到年底的四大公投 這一回民進黨為了要阻擋公投 拼命宣傳反萊豬的話 那麼就是反美豬 因此引發外界批評 在野黨也諷刺 就連你美國大官 都不敢說自己愛吃萊豬 政府甚至還不准台灣豬吃萊劑 如今卻不准大家反萊豬 他們不禁想要問問 難道真的是人不如豬嗎 為了黨公投 民進黨硬說是反萊豬 就是反美豬 但藍具炮轟 民進黨禁止軍人 警察吃萊豬 可不是禁美豬 蔡政府是騙百姓 睜眼說瞎話 我如果是美國就會問 那奇怪咧 那你民進黨為什麼禁止 學生吃美豬呢 為什麼禁止軍隊吃美豬呢 為什麼禁止警察吃美豬呢 那為什麼你反對呢 那你是不信任美豬嗎 那你是反美豬嗎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惡劣 而且低級的政治騙數 不只台灣百姓怕萊豬 連美國AIT大官都不敢說自己愛吃萊豬 包括AIT那個處長對不對 他都叫我吃美豬啊 我孩子也吃美豬啊 但是他沒有講說我吃萊豬啊 因為在美國萊豬只佔百分之二十幾嘛 所以大部分也不是萊豬 我們吃所謂的上水下水 吃甚至吃豬腦 豬肺 我們都吃啊 老美吃嗎 老美都不吃啊 台灣到現在都還把萊劑當禁藥 餵食豬吃萊劑還會被判刑 當台灣豬不准吃含萊劑的飼料 為什麼台灣人得吃含萊劑的豬肉 那為什麼台灣豬不能吃萊克多巴胺呢 就表示你覺得說吃萊克多巴胺 對台灣的豬 甚至對台灣的國民健康不是很好 可是你為什麼要禁止呢 人不如豬的現象 就是台灣豬是不可以吃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豬也有80%是不吃萊克多巴胺的 結果台灣人民在政府的強迫下 卻有風險吃到含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如今為了護航萊豬 民進黨硬說萊豬就是美豬 但被列為禁藥的萊劑有多可怕 別以為百姓會忘光 接下來這個畫面就要帶大家來關注的是 這個News98電台他們的YouTube頻道 無預警的突然是遭到了刪除 現在很可能是因為有被大量的檢舉 我們帶大家來還原一下 其實當時這個時事評論員董志森 他的節目小董真心話 正在直播的時候 沒有想到播到一半突然就被中斷了 而且甚至最後還被發現 他們的整個YouTube頻道 都遭到無預警的刪除 大家都在問 因為就連關鍵字的搜索 也都完全找不到 而且頻道的權限也完全被停止了 所以大家都在問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此引發網友的熱烈討論 像是有網友說 塔律般恐怖攻擊又來了 難道是又被民主了嗎 還有網友也想要問說 言論自由何在啊 而且另外有網友分享了 他說根據過往朋友的經驗 停權之後就很難再拿回來 因此建議應該要再開幾個 備用的頻道比較快 針對了這起事件 其實News98他們也特別在 臉書的官方粉絲團有說 目前已經提出了審查申訴 希望能夠早日恢復 只不過呢發生這個事件之後 網友其實有在網路上熱烈討論 大家都很擔心 也想問問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接下來 News98的YT頻道 會不會重新再找回來他們的權限呢 我們也會持續帶大家來關注 好接下來還要來看到 是台北市議員侯漢廷 她刻意要反奉民進黨的威權 因此這一回她向市府提案 要把總統蔡英文所提出的四個堅持 張貼或者是懸掛在市府還有議會的門口 但藍綠議員認為太過威權 而且跟市政沒有關係 所以提案遭到了擱置 對此侯漢廷說 她對於議會缺乏台灣價值 感到非常的遺憾 台北市議員侯漢廷在民政委員會上提案 說要在台北市議會高掛蔡英文的四個堅持 來彰顯台灣自由民主的多元包容 這已經是她兩度提案遭到議會擱置 因為國民兩黨議員沒人力挺 怎麼可以這樣子來打臉 民進黨自己的同黨同志 因為這就是民進黨的議員 在市政質詢當中 去質詢柯文哲的問題 怎麼可以說與市政無關 而且民進黨議員說 這就是在搞威權 怎麼又可以把自己的同黨同志 貼上一個威權的標籤 侯漢廷要反諷蔡英文的四個堅持 已經成了威權象徵 就是因為這場質詢 把10月10號總統講的四個堅持 一字一句不漏地講出來 只不過這樣的大動作 藍綠自己各有盤算 其實這應該是我這兩年多來 唯一反對侯漢廷的提案 唯一一個提案 我跟侯漢廷說 我們明知道說 民進黨這個做法是威權 綠色新威權 所以我反對 侯漢廷也說對 他知道 但是他就是要凸顯 這是一個綠色威權 所以他做這樣的提案 結果今天比較有趣的是 在委員會裡面 其實只有我一個國民黨 其他的包括召集人 都是民進黨 但連他們三個都異口同聲說 這是一種威權的行為 由於台北市議會 民政委員會 除了提案人之外 其他四位議員均反對 民政委員會 第一召集人張茂南說 因為無法多數贊成 建議先占歌一劍 不過侯漢廷用反諷的方式 來宣揚蔡總統的四個堅持 超越民進黨 到底是不是威權的話題 記者李嘉宇 和膠原蛋白的減少 是肌膚或關節老化的因素之一 膠原蛋白大多出現在皮膚 骨骼 肌械 關節 血管的結地組織 保養的關鍵在於 適時補充膠原蛋白 增加富含蛋白質的魚類 肉品的飲食 也可以選擇 JVITA法國精膠原微分子生態做輔助 在季節轉換的時候 為所有女性補充肌膚流失的養分 也是保養自己的最好時機 找回年輕潤潭光澤 青春保養唯一指名 高純度小分子無欣慰的需求 法國精膠原蛋白生態 兩核超直組4680元 洗澡苗中天指定電商 快點購QR Code 立即享好康 大新聞大爆掛 為民發聲初衷不變 監督火力無限 話題尺度不設限 勇敢站在威權對立面 10月18日起 下午2點到4點 大新聞大爆掛 全新出擊 歡迎您來一遍 全球的物價現在都在上漲 通膨來勢兇兇 花蓮的土雞腿兩隻500 已經成為熱烈討論的話題 但是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卻說 包含了肉雞還有土雞的批發價格 都很穩定 但是來對照一下 財經學者他們不這麼認為 他們非常的擔心 僅是目前通膨變數都已經看到了 河南興在農曆年前 整個物價會大失控 國際油價創7年新高 國內油價 聯武漲物價蠢蠢欲動 全國公務員協會理事長 李來西花蓮採買兩隻土雞腿 竟然就要價508元 忍不住哀嚎難道是搶錢嗎 還點名蔡總統 到底有沒有看到民間極酷 肉雞土雞的批發市場 過去這一個月幾乎非常的穩定 雞蛋也是一樣 官員說物價穩定 不過學著警示油價之外 再加上我被勸助燃 以及基本工資與公務員 調薪預期心理 勞力年前物價就會失控 明年春節半年貨 就怕消費者會辦到心痛 我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一個預期心理 因為物價在賬 大家都在擔心 就會出現了 就是提前搶購的這種現象 供需就失調 然後物價就真的上去了 過年快到了 大家都有這種預期心理的話 我想這個就很難控制了 不會失控 大觀都說沒通膨 但實際走訪民間 老百姓的感受大不同 百姓薪水還沒動 物價已經漲翻天 當通膨成了百姓的現在進行事 就怕高薪官員的感受 還留在過去世界綜合報導 我看到在聊天室當中 黃小美她說 官員都在睜眼說瞎話 因為她覺得現在什麼東西都好貴 剛剛網友盧小華她也認為 她提到了一個議題 她說應該要恢復聯考才是首選 我想她會有這樣的想法 主要就是因為 總統蔡英文她在日前拋出了 未來可能用英檢來取代考試 主要她是認為 她認為自己也很難接受 所謂的儀式定終身 當然這種說法一出來之後 包含了老師還有家長都炸鍋了 所以教育部長潘文中 她也很快的就對外來做說明 她說目前還在評估這個可行性當中 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在明年的考招制度是不會改變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英檢考一次 要1500 1600塊錢 如果考很多次取最高分 那麼其實對於這個弱勢族群的學生們來說 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這個話題被拋出來之後引發討論 教育部長潘文中 她也很快的定調說 明年的考招政策是先不會改變的 還要來看到的是 年底四大公投即將馬上要登場了 這回執政的民進黨 為了讓公投案全數不過關 發起一連串的反公投活動 但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王洪威他質疑 民進黨你全黨上下 動起來全面反對四項公投 而且還專門設計出來一個主視覺 但王洪威質疑的是 這個主視覺這個圖案 疑似抄襲了澳洲某間公司的LOGO 民進黨為了宣傳四大公投不同意 花了號稱5800萬的巨資 用於作為宣傳費用 但是沒想到他們最近 所公佈出來的公投的LOGO 竟然跟一家澳洲公司的LOGO 非常的相似 那麼這個相似的程度 幾乎達到了96% 因為包含顏色設計圖形 除了邊角有一點點修正的話 相似程度達到96% 可是非常可笑的是 民進黨的發言人竟然說 這個LOGO是民進黨他們 是集合眾人的創意 所製造出來的一個LOGO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真的民進黨是4%窄的一個創意了 因為這兩個LOGO實在是太為相像 那麼民進黨花這麼多的錢 作為大內宣大宣傳 難道大內宣竟然變成了大抄襲嗎 那麼對民進黨花這麼多錢 是不是實在是糗到了呢 其實我們要奉勸民進黨 四大公投政策的含義 是要展現直接的民主 讓人民可以針對民生議題 還有公共政策 能夠直接用民意來否決掉錯誤的決策 而不是民進黨靠著自己 擁有這個財大勢大 花了大錢去做宣傳 而現在花大錢做宣傳 卻搞出一個疑似抄襲的LOGO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 這樣的LOGO不叫抄襲 什麼叫做抄襲呢 所以我們還是是呼籲大家 能夠重視這次四大公投的含義 不要隨著這個民進黨的大內宣 疑似變成這個大抄襲 而轉移了焦點 我們還是要呼籲大家 大家人民全力挺公投 台灣謝謝你 請大家一起來對四大公投投下同意票 日前民進黨舉辦公投說明會 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台上開獎 他批評親中勢力 現在就是要跟中國大陸唱和 大陸最希望台灣不加入CPTPP 而中國大陸也最希望台灣的外交走不出去 對此國民黨前立委孫大謙 立刻在臉書上提出 他說蘇貞昌你真的是沒有知識 也沒有常識 同時你也不常看電視啊 孫大謙他反問三個問題 他說自從川普宣布退出TPP之後 美國到現在仍然不是CPTPP的成員國 也沒有否決權 而台灣禁止萊豬進口 只是台美之間的貿易問題 和台灣是否能夠加入CPTPP 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而且他也提到了 全球有將近160個國家 都是嚴格限制 含有萊劑的肉品進口 包含對於食品安全標準 最為嚴格的歐盟 而歐盟成員國更是美國 長久以來最重要的盟邦 難道所有的歐盟國都反美嗎 而且現在全球還有將近半數的國家 都堅持對有萊劑的肉品的禁令 如果按照你蘇貞昌的邏輯 難道這些國家都沒有辦法 走入國際社會嗎 當然針對這個說法 其實在今天我們接下來的 國會大現場時間 記者李嘉瑜就要帶大家來關心的是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在今天做出的最新回應 好 除了各位觀眾 更多的立法院國會大現場 帶您來看到行政院長蘇貞昌 今天赴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被問到林靜的1218公投 四大公投以及萊豬的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現在民進黨把萊豬 以及美豬畫上等號 前院長蘇貞昌是表示說 當初國民黨開放萊牛 現在卻反對萊豬 豈不是很奇怪嗎 來看一下他的最新說法 國民黨開放了萊牛 自己也吃牛肉 卻是反對萊豬 我們認為很矛盾 並且我們知道 韓萊克多巴胺 複合國際安全標準的豬肉 美國人吃了幾十年 AIT的處長說他自己吃 也讓他的孩子吃 所以美國人不是自己不吃賣到台灣來 而全世界也100多個國家 都接受韓萊劑安全標準的豬肉 尤其CPTPP的十一個會員國 也都准進口萊豬 所以政府這一個國際貿易的政策 是要走向國際 而國民黨一直反對不但矛盾 並且是要鎖使台灣 讓台灣走不出去 讓台灣不能加入CPTPP 讓中國早一點加入 讓中國高興 我們認為大家一定要出來 讓台灣能夠不但走向國際自由做貿易 而且我們政府一定會把關 會複合安全標準 請大家放心 也不能像朱立倫這樣 把美國的豬肉講成消敵吧 講說是毒豬肉 這樣子說還要親美 我們覺得這種做法 是會大大的影響台灣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孫燃昌說如果沒有開放萊豬的話 台灣就沒有辦法加入CPTPP 最後還不忘暗酸 國民黨主席朱一倫說 把美豬說成了有問題的豬肉 以上是這集的國會最新 我們將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主持人資深記者賴立英 歡迎收看民間特徵組 今天是首集的播出 法律系教授六元豪 但是現在法院殺得很遠 他不是說你這一則錯 他空空洞洞的說 你當天的報導是錯的 資深司法記者范立達 在法律上喊說我錯了我輸了 官司我打輸了 他都贏了 這集跟古時候的洗門 沒有什麼差別 還有阿比特派員出擊 央迷一起參與陪審團 鎖定每週三下五點 LINE直播互鬥 民間特徵組準時開庭 世界雨連在今天公布 最新一週的世界排名 在上週的法國公開賽結束之後 排名出現些許的變化 不過依舊不影響世界球後戴茲穎 他還是穩坐第一 好 累積的週數 已經推升到了188週了 積分依舊是107,875分 還是持續堆高史上最久的小戴障礙 而戴茲穎將不會參賽 印尼大師賽還有印尼公開賽 因此12月1號 也在印尼開打的年終總決賽 還沒有確定是否要出賽 好 不少人時不時的 就會去補折一下來確認一下 帳戶當中的支出還有收入的狀況 近來有一名女子到了銀行刷存折 結果發現有一筆入賬資金 叫做11月的搶劫費 後來才知道原來這筆錢 是他的孩子每個月會來的孝親費啦 還要來問問大家 這一天睡眠時間是多久呢 聽到這個問題想必很多人都會說 沒有睡滿8小時 到底該如何一夜好眠 我們帶你一塊來關心 一天睡眠要睡滿8小時 這個問題大家都知道 但實際遇到狀況 真的讓人無法好好入睡 就是晚上會起來尿尿 那這個問題其實困擾我很久 在晚上的時候就不太敢喝水 因為會起來尿尿 我回去睡了之後 我發現我居然可以晚上睡覺 不要起來上廁所 相對精神是比較好的 人的睡眠週期 從清醒到快速動眼睡眠 一直到淺層深層睡眠 不斷循環 最後會逐漸清醒 但如果反覆起床再睡覺 身體根本還沒準備起來 反而一直準備入睡 只會讓你比原本的還累 一旦你一直失眠 你的這個皮質就會降不下來 所以你的身體就一直處於一個 發炎的狀態 可能就會山高 你血脂肪就會高起來 那可能就是你的 你可能就是會有焦慮的問題 然後可能這個 腦子因為沒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就容易時間拖久 就容易憂鬱 封膠它是對於免疫力啊 還有一些抗菌殺菌 有很好的效果 同時它也可以活化我們的腦細胞 對於我們提升睡眠品質 還有幫助我們進入深層睡眠 然後讓我們睡醒之後的這個精神 變得非常非常的好 人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都在睡眠中度過 睡得好不好 也跟生活品質緩緩相控 若有充足睡眠 大腦功能和身體狀況發揮更好 遠離疾病風險 中天朋友圈在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請您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整點新聞 十點新聞我是張小婷 新聞一開始先請大家 轉到我們的子頻道 先來看到現在主頻道 有誰在線上呢 我來看看現在在線上的朋友 請你跟著我一起轉到主頻 我們來看到現在有 將近7000人 包含了火爸周寶全 還有救世狂 以及